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奇愿者 李宗盛 笑啦 笑啦 你 一笑 把我心结送开 你的笑 我的最美丽 期待 时限在隔更快乐 大叔 收摊了 收摊了 大叔 我是想问问 附近是不是有个演披影戏的 杀那么大雨 他不会开演了 我想请问戏班班主住在哪儿啊 那在那边 少爷 没人哪 到处找找 看看怎么发现 是 少爷 我可没见过 皮影戏的道具有这么大呀 你这么肯定没见过 这些道具是用来终身骗鬼的 并不是皮影戏的道具 不会吧 只有一个面具和这个斗篷而已 加上这个就知道了 这是什么呀 这只管里藏了很多针 这些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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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呀 就沾了用五色草制成的毒药 你相公就是中了这种针 产生了幻觉而自杀的 根本不是什么毒咒 是有人用诡计杀人 岂有策略 差点吓得我们要逃走 不行 就算把整座山翻了 也要把凶手找出来 二少爷 不如我跟阿全先去衙门报案吧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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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着 还有间小屋子 大师啊 那个凶手会不会在那边啊 门锁上了 凶手一定在里边 来 转开他 好 来 转开了 转开了 门开了 门开了 开了 开了 阿福 中书阿全 阿全 过来 快点过去 你上去 上去 大师 小心点啊 大师 小心点啊 大师 这么回事 到底他是不是凶手啊 果然是五色草啊 那 这些就是凶手的制药工具啊 这碰啊就是凶手的遗书了 高照人 引辱妇女 抛妻弃子 扫尽天良 罪该万死 如今大仇已报 无手沾满鲜血 生亿无喜 死亿无汗矣 成伤绝笔 果然是成伤啊 你认识他 不认识 但是这写着是成伤嘛 好了 现在这个谜底终于解开了 那 他就是八十年前呢 在大风雪中 那个死去的丫鬟的后代啊 因为那件事呢 他就怀恨在心 一直写报复嘛 因此呢制造了很多 所谓这个都市的实现呢 这事实上呢 他借助这种五色伞呢 令人产生幻觉 以为是鬼怪地跑出来杀人 就是如此简单 我 别碰啊 这五色伞呢 毒性好强的 如果把它涂在这个针上 刺激人体的任何部位啊 都会产生幻觉的 你大哥啊 你妹妹啊 就这么死的 我说得对吗 少爷 你真聪明啊 总算是真相大白 老爷 威儿 平儿 都可以沉冤得雪了 高老夫人 贫僧打扰了那么久 也事实要该告辞了 大师 这次真是感谢你 多亏有你帮忙 才能令此案真相大白 否则的话 老神还一直以为 我们高家是受了诅咒 高老夫人 替人消灾解难 是我们出家人的分内事 不可当然 也有些出家人烦心未尽的 对了 你还留在这里干什么 你看不见 在打斋了 水落石出了 当然要超度亡魂了是吧 高老夫人 为什么你还留这位尼姑在此呢 喂 高鲁巴大头和尚 你不问问我 为何留你在此 二少爷 高老夫人 你们要小心啊 有些私人是出家的人 他们最爱趁火打劫 还有片吃片喝的 太过分了嘛 你这么说话 大家都是佛盟众人 阿弥陀佛 二少爷 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啊 留点口德啊 算了 你是真尼姑假尼姑都好 我们再不需要你打斋念经了 你可以走了 二少爷 你不要顾听贱人受伤我 不管怎么样 你可以收拾东西走了 你完了 你都丢了娘的珍珠 阿弥陀佛赶快去找一找 会不会掉在床底下 我去找 什么没有 儿子 儿子 娘现在被人赶呢 被贱人所害 快收拾东西吧 走了 喂喂喂 你这兔崽子叫你收拾东西 还钻床底下去 快出来 我们就在找 找找找找 找什么啊 小牧你懂事了 我们要过日子 收拾啊 收拾 喂 怎么还不走啊 你没看见我们在收拾东西了吗 打完斋就不要尼姑 走吧走吧 走了 这个大头和尚 还说什么普度众生 砸烂了我的饭碗 别让我再见到他 否则的话 我得砍他的头 砍他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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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怎么砍我的头啊 你干什么 干什么偷听人家在讲话 正确的 如果我不偷听 怎么知道你在讲我坏话 是啊是啊 我是讲你的坏话怎么样 明明看见我一个女人 带着五个小萝卜疯 你还好意思打翻我的饭碗 你现在高兴了啊 算了 热了死算了 我们一块儿死吧 到时候母子同关 你就高兴了啊 我诅咒你啊 明天死后天王 阻挡他 阻挡他 明天死后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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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们走啊 全是为你们好 你知道吗 这一天之内 高家一定有事发生 如果你们不走 万一不小心 你们其中一个出事 可就麻烦了 我不是可怜你啊 我是可怜这几个小萝卜头 否则的话 我才懒得管你死活呢 你别吓唬我啊 你想吓唬我啊 现在凶手都自杀死了 还有什么大事会发生啊 本来死了几个亡魂呢 我想做场法事 抄渡他们嘛 明明明到嘴的肥猪 都吞了一半了 还要让我吐出来 别理他 走走走走 死的那个不是凶手 他是帮凶 他是被主谋杀死的 什么 你想骗谁啊 不要理他 我们走 我没骗你啊 你不信的话跟我去看看 我证明给你看 阿福 在 我叫你买东西可以去买了 好 我在十五等你 你别说我记性不好 我记得你告诉过我 当时呢 尸体是挂在这个梁上面的 这个摆明是上吊而死的嘛 又怎么会是被人杀死的呢 死者是被人杀死后 接着凶手把他吊上去 不行吗 那么那封遗书是谁写的 你说说看 他 这个人被人杀死后 凶手就把他吊上去 然后照着他的笔记写遗书 再把遗书塞进尸体内 难道不行吗 那么 这道门又如何解释呢 你曾经告诉过我 那一天呢 这道门在你们进来之前呢 是已经反锁的了 那凶手杀了人之后 怎么逃走啊 还有啊 是谁替他把门锁好 难道说 是凶手他自己 锁了房门才走 他怎么锁啊 死者被人杀死后 凶手就把他吊上去 接着凶手写好遗书 就塞进尸体里 然后呢 这个凶手就把门锁上 自己也锁在屋里 最后 从窗口逃走了 你说行不行呢 窗口 喂 这窗户 喂 怎么出得去啊 啊 不是这扇窗户 是内扇窗户 内扇 封得密不透封的 自然是有点松啊 哎 哇 一碰就松脱了 也只是一个小洞嘛 难道 喂喂喂 就算他从这个小洞 钻出去了 但是当天下了一场大雨嘛 外面一定是满地泥泞才对 为什么会没有脚印呢 如果凶手真的 从这里钻出去 但是没有脚印 怎么回事啊 他会飞啊 你还真以为你是 无所不知的神仙啊 我呸 少爷 您要的东西都买上了 好 看着吧 别老叽叽喳喳的 让开 好 那个凶手 首先把死者杀死后 然后把他的尸体调上去 接着 就写了封遗书 塞在死者身上 然后把门锁上 锁好门后 就跳上这扇窗 将这根棉绳 一头绑在窗边 另外一头 就射到对面去 然后沿着这条棉绳 走到对面 再在对面 爆火烧了这根棉绳 火势 就沿着棉绳烧过来 全部化成灰烬 地上当然不会有脚印了 你看看 这些灰 和这根棉绳 一模一样 别眨眼啊 好 好 好 这样就不会留下脚印了 就算不会飞啊 也能走得掉了 看不出你这个大头和尚 有几招到啊 不用拍马屁了 我们尽快去静山寺避一避 不出两日 凶手会再出现 到时候一定大开杀戒 你这个大头和尚啊 原来知道这么多消息 却藏见不吭身 我不是这么做啊 凶手怎么会出现呢 那凶手真的会再杀人啊 还有两天 镇长就会宣读高原外的遗嘱 如果我没有猜错 整件事是和征产有关 我也这么想啊 一定是做我哥哥嫂子 想独霸所有的家产 所以才搞出这么多事 现在正好 所有人都以为我们走了 我才两天之内 凶手一定会再出现 照这么说 在这两天 可能又会有人死啊 我担心会死很多人的 哎呀死就死嘛 管他会死多少人嘛 管你大头和尚屁事啊 多管闲事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我们应该普渡众生嘛 你要记住 你前日注定的 要消法明尼 和我一起普渡众生 为众人消灾解难嘛 说老实话 消灾解难 应该有钱收才对嘛 好好啊 长安抓凶手 做天下第一名博 好啊我也要做 我也要做 我也要做做做做做 吃你的饭不做 又没钱收做什么做啊 你听着啊 其实呢我并不是不肯听你的 不过我先生名呢 一定有钱收啊 你也知道 我一个人带着五个萝卜头 哥哥都伸到嘴巴要吃饭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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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说了 总之办法这件事呢 我们再慢慢商量好不好 好商量好商量啊 阿冯你吃饱了没有 我们还要采药送去高家呢 今晚直去生不许拜 吃饱了吃饱了 许德我给你们一块去 不要了外面晒嘛 晒伤了你就不好了 你在这歇歇吧 喂 你们别猜我的田哪 放心吧 阿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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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嘛猜坏我的田哪 你放心吧 阿友 对了 这块田是你的 是啊 是我爹留给永儿的 可是你爹的遗嘱 过两天才会宣布 你怎么会知道是你的 要一天 我爹叫我去他的房间 他说爹疼永儿 那块田是永儿的 是吗 我还有问题想问你啊 你别小看那些番薯啊 很讲究火候的 是吗 我在此摆档了很久了 不会白转泥飞号的 老板 你在这儿摆了几年摊子 已经十几年了 照你这么说 整个世纪最老资格的就是你了 那倒不是啊 那天吊死的那个耍皮影戏呢 成说 他告诉我 他已经摆了二十年了 你胡说 皮影戏哪儿摆二十年啊 看都看你了 他从前不是耍皮影戏的 最早呢 他是跟着一个杂役团 来这里表演 胖巧那天这里 农作物失收 香蜜哪儿有心情看杂技表演呢 所以杂役团就解散了 后来呢 就社会他和另一个团员流落在此了 慢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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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走我不等你了 那你早就走啊 走快点啊 来来来来 小心啊 快走 阿风 你不要紧吗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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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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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呀 你真的没事吧 吃得特别多 走路慢吞吞的 你也知道我的个性一下子 改不了的嘛 我 我话说回来了啊 高姐根本没一个好人哪 他们的祖先呢 害死人家母子俩 但是后辈呢 又很谈前 那命都不要了 我们还要为这些没良心的 千辛万苦地去采解药 你说值不值得呢 算了 怎么说他们是人啊 这话不对啊 那是人都要帮忙的话 那你帮得了多少个呢 往深一曾想 那个鸡渣却说得也对 查这个案子 他又没钱收 完全不值得了 少爷 您是万金之体嘛 何必要这样日晒雨的 风吹雨打的呢 傻瓜 娃夫我知道自己命苦啊 所以才卖身进来 你们许家嘛 原来以为是大户人家嘛 当下人也有便宜可占 谁知道我 谁知道 谁知道命中注定啊 哇 好舒服啊 漂亮吗 好难看喽 难看 打你啊 不是这把啊 娘最宝贵的那把啊 拿过来 哎 来擦头啊 好不好 哎 麻烦您 珠子呢 怎么珠子不见了 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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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怎么会掉了 不用问了 一定是你们调皮 把奶奶梳子拿来玩 珠子才会掉的 是不是啊 快说啊 本来我想去找回来的 是娘你说不要找的吗 惨了 你们掉在高架的大屋里啊 是啊 岂有此理 娘一定要好好地教训你们 不听话啊 不玩火的珠子啊 打死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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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怎么回事啊 哎呀 过来过来过来 不要打了 哎呀 过来过来 不要打了 你干嘛打他们呢 啊 你不要替他们出头啊 不然连你也打 哎呀 小孩子而已啊 不要打了 弄坏了你的梳子 大不了我长大了 我给你买一把行不行啊 哎呀 你还顶嘴啊 你顶嘴啊 快走 快走 站住你来 你等什么 你都打不行了 小心点 请此理啊 七渣 去呀 你不要来这种子嘛 你先别生气了 小孩子贪玩嘛 弄坏了再买 何必这样呢 再买 这可不是普通的梳子 是我相公送给我的 你相公 我相公说我的头发又漂亮 又黑又亮 在他上京之前 就送了这把梳子给我 我们把娘的珍珠弄丢了 要是真的找不回来的话 娘一定会把我们赶走的 等我们回高家的大屋去找那个珍珠 不行啊 那有鬼啊 怕什么 我们可以念到头巾吗 这样好了 明天你去市集买一颗香濃的珍珠香进去 你香濃一定不知道的 那是要花钱啊 那他送了礼物嘛 应该不用花钱呢 现在就要亏大本 这个钱始终都要花的 回来了 他们呢 怎么 你们舍得回来了 骂你们几句就跑了 不要骂了 有准的就别回来 小土 你干什么 别理他 你干嘛干嘛 装模作样的 娘才骂了几句嘛 就故作勤快 别假惺惺了 怎么又不行 我也有尊严的嘛 尊严 你这小鬼会有尊严吗 少来这一套 睡觉 装模作样 小土啊 快点睡觉好不好 很晚了 不行 不然又要挨骂了 不行 干什么 我一定要念经 念什么经啊 是不是发痒啊欠奏啊 因为我要保佑金木水河 好好的干嘛 要保佑他们啊 他们去高家大屋探索 去找你那个珍珠了 糟了 你干嘛不拦着他们 不要让他们去嘛 不行了 怎么办啊 那个大头和尚说 这两天呢 那个凶手会出现 出来杀人啊 那怎么办啊 我们快点想个办法吧 那怎么办 冷静一点 冷静不了 不行 我要去大屋 去找他们 去大屋 我陪你一块去吧 不用了 你帮我照顾他啊 免得连他也不见了 我走了 我走了 拜托你了啊 你要小心一点啊 好了放心 夜观观 照我了 被告谁下 云得了 夜观观 照我了 夜观观 照我了 怎么还会有人唱歌啊 领袖子不是死了吗 怎么会这样呢 你们有没有觉得 这次 唱得更加凄凉 妞 妞儿 不要吃了 不要吃了 娘陪你回房去 不要吃了 娘 你不是要吃饭吗 起来啊 别吃了 回房去 我们也回房了 别吃了 我们也回房了 别吃了 大夜观 照我了 有没有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有没有 我干什么 鬼畅哥 有果要怎么办 怕什么 我们可以念经嘛 一边念经一边走就行了 进来吧 快点 不行 不好怕 怕什么 你弄得我们都发抖了 干嘛打我 我不是怕我尿急 啊 搞什么 你现在才尿急 怎么搞的 在这个鸡鬼眼上尿急 我们一起念道头金吧 一边念经一边回房 走吧 走啊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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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这在哪里啊 原来在这里 哦 幸亏找到了这颗珍珠 走吧 我 救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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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兒子兒子 兒子 糟了 哎呀 哎 兒子兒子 兒子 喂 你們在哪兒出來呀 你來救你們啦 兒子 別走啦 兒子 你們在哪兒啊 娘已經來了 兒子 兒子 不要怕 娘來救你們啦 兒子 快點出來呀 兒子 兒子 哎呀 走了走了 哎呀 哎呀 兒子 哎呀 哎呀 擔心死我了 你們怎麼會那麼傻呢 睡在地上 回去睡床嘛 傻瓜 哎呀 小木啊 快跟我回去吧 我們回家了 哎呀 回家 娘帶你們回家去啊 娘帶你們回去 啊 回家啊 啊 啊 什麼怪獸啊 你們怎麼連娘都不認識 來來來來 回家了 哎呀 回家了啊 快啊 回家了啊 喂 喂 臭小子 啊 別走別走 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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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來過來 你們明明火火的 怎麼好像發火似的 我自己要救你們 哎呀 快過來快過來 快過來 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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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肚子饿了 喂 臭小子 发什么疯啊 连娘都咬 是不是肚子饿了 是啊 是不是肚子饿了 是吧 那就跟我来好不好啊 咕咕咕咕 我先吃大母鸡啊 想吃东西跟我来啦 咕咕咕 咕咕咕 咕咕咕咕 咕咕咕咕咕 来呀 来呀 吃大母鸡啊 好肥的大母鸡啊 来呀 来 你真的饶我啊 快点啊 不要啊 不能射啊 儿子 儿子 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 儿子 儿子 我是你们娘啊 你没事吧 你不要射 不要射啊 不要射他们 射我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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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射他们 快休息 你 你们听话 我打你气活啊 喂 别跑别跑 鸡蛋去 你不听了 你看 别跑 你要他死了 他都给他死了 别跑 hoch hoch hoch��� 我射它 死了 screening 你们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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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走 只是快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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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停了 大娘 你没事吧 没事 说不到大师 刚才 说起来就一头冷汗 我们大家都中了鬼魅人的剑 好像疯了似的 失去偿心 你知道吗 是啊 刚才我们看见鬼魅人 还中了毒针呢 不过善哉善哉 我们都服了解药 现在已经没事了 大师 为什么还有人唱歌呢 你不是已经抓到凶手了吗 我们抓到的 不过是帮凶 真凶应该另有其人 大师 大师 求你帮帮我们 你救救我们高家 否则的话 拜日之期未到 我们高家就已经 家破任务啊 你救救我们啊 大师 老夫人 你放心吧 我会尽力而为的 谢谢 大师啊 听闻你无所不知 想必你一定知道 刑事凶手了 你快告诉我们吧 虽然我是无所不知 不过 到底谁是真凶 我还没有查到 嗯 说不得 少爷 不行啊 到这个节骨眼啊 恐怕要出绝招才行啊 师父出马吧 大师 听闻你那个布袋内有乾坤 无所不能 请你替我查一查 到底谁是真凶 如果这么小的事情 也打扰我师父 我想不太方便吧 大师 我求求你 我求你救救我们高家吧 大师 大夫人 大师 大夫人 请起来吧 救救我们高家 那好吧 怎么样 大师 怎么样 怎么样 大师 怎么样 大师 是不是知道了 还不知道 不过 我师父教了我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这个方法 就是招魂大法 只要我们召唤王魂上来 到时候 就可以问得一清二楚了 大师 那就麻烦你 快点开始做法吧 我也想快啊 不过做法需要道具嘛 对了 忠叔 麻烦你 替我去买一些 招魂道碟来 好 大师 我马上去 慢着 这种招魂道碟 要去东门三十里外的 兴隆号买才最灵验 千万记住 此时之前 一定要买回来 要是过了这个时辰 做法就不灵了 是 大师 我会记住的 是谁 你来干什么 你连我也杀 大师 对了 忠叔回来了吗 还没有 大师 世辰已经过了 怎么办呢 如果没道碟 就不能做法 不要紧 你们有个麻绳啊 麻绳越粗越好 麻绳也行 行啊 阿全 拿麻绳来 忠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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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晚呢 时辰已经过了 我在半路上遇到了土匪呀 我辛苦地绕过了几个山头 才摆出了他们跑回来的 早点就好了 自时刚过呀 大师 麻绳够不够错啊 够了 给我把忠叔绑起来 干什么 为什么要帮我啊 因为你就是帮凶 你之所以晚回来 并不是遇到土匪 而是遇到鬼面人了 没有 绝对没有这种事 是啊 大师 会不会有误会啊 忠叔怎么会是那种人的 是啊 他一向都很老实 你不要冤枉他 我没有冤枉他 其实 你刚才遇到的鬼面人 就是我 在山上面 你说过两句话 第一句 你问鬼面人 你来干什么 第二句 你就问鬼面人 为什么要杀你 这样 证明了你们根本是认识的 众叔 是不是真的 众叔 是不是你杀死了 我陷过 不是 不管我的事 我没有做过呀 你不用再搅赖了 我已经查得一清二楚 你和皮影戏的程叔父一样 都曾在杂技团卖艺 所以 你们都会走绳索 当年 那个杂技团解散 你便留在高家当下人 本来我只是有点怀疑 不过经过刚才的情形 我可以肯定 你就是杀死皮影戏师父的凶手 你 你不要冤枉我 我没有杀过人 我没冤枉你 你杀死程师父之后 就走绳索逃离现场 而且 还将现场弄成自杀一样 我没说错吧 这只不过是你的猜测 你无凭无据 好 你要凭据是吗 阿福 去中书的房间慢慢搜 我相信我们会找到证据的 我这人去 不用了 好 我承认 我是凶手 所有的人都是我杀的 真是看不出来 外表老是原来人 这 中书 我们高家一将带你不保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呸 待我不保 你们高家上下 没有一个是好人 待我们下人 根本连猪狗也不容 所以 我要杀死你们 好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现在就还三条命给你们 放手 你抓他小衙门 快一样 你尝命 这么说他就是真凶了 中书之人 房兄 真凶另有其人 什么 另有其人 那人到底是谁啊 是谁啊 快说 有谁可以 令中书牺牲自己而去包庇他 这个人对中书 一定是恩仲如山 中书 我没有说错吧 你是说是大娘 高老夫人 不要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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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要过来 谁要过来 我就杀死他 别乱来啊 救命啊 快点走 快点走 中书 快走啊 中书 让开 让开 你别乱来啊 让开 救我啊 让开 不能走过来 救命啊 救命啊 快走啊 那你呢 快走啊 不要管我 走啊 救我 大师救我 走 不要 庸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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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跟我走 走 走 天还没中好呢 走啊 他们要来对付我们了 走啊 娘 你走啊 踩烂了 快追来了 快走啊 我那在不想踩 我那在 快走啊 快走啊 走啊 救我啊 你们不要过来 我真的会杀她的 中书 你抱着大嫂再说吧 杀 中书 放下图刀吧 你跑不掉的 我跑不掉不要紧 最要紧是夫人跑得掉 不要 你明知跑不掉 还再多杀一个人 多一条罪 你想想看这么多不划算的 放不着 这种贪财不孝的人 杀两个荡一刷 不要杀我 不要 不要我 周叔 周叔 这 不带和尚 不带和尚 这些不孝不义的人 你为什么要帮他呢 老夫人 并没有错呀 周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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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 祝父 你妈带我来这屋子呀 永儿要种玉米呀 永儿要种田呀 娘 永儿要 你中鎾 就知道种田 没有娘我看你怎么办 嗯 婆婆 老夫人 老婆 老婆 老夫人 老夫人 你在哪里呀 老夫人 老夫人 大娘你在哪里呀 快出来呀 老夫人 婆婆 老夫人 大娘 婆婆 老夫人 老夫人 应该在前面 快去追 спект профında 任何投降 快在哪で 帮我 ties 逻開 腦袋 嘩 你 你 不要 我大娘 好一个不带和尚说不得 想不到我所有的计划 都被你拆穿了 既然你知道 就应该收手了 你不要过来 你过来 我去垫着他 不要 大娘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呢 虽然我们不是你亲生的 可是总算是一家人呢 为什么你这么恨我们呢 是 我很恨你们 你们没一个好人 人为财死 鸟为狮亡 我最恨你们的爹 你们这是欠世生的 他却将所有的家产分给你们 我不是他的妻子吗 我是他的原配呀 永儿是他的亲儿子 永儿得到什么 他只得到一块寿田而已 一块寿田哪 够老夫人 贫僧知道你对八十年前的传说 是感同身受 当年的老将军 只留下了一个皮球给自己的儿子 而你相公 也只是留了块寿田给你的儿子 你心有不甘 所以就诅咒他们 希望他们死 希望他们的后人一个一个地死 贫僧没有说错吧 是 我认 我这样一点也没做错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哪个做父母的 不希望自己的儿女 过着幸福的生活 你们看看他 那一生下来 就比别人蠢 比别人笨 如果要保证他过幸福的生活 就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你们全死光了 把所有的家臣全留给他 婆婆 你何必这么做呢 公公留给你的珠宝啊 够阿勇花一辈子的了 够他花一辈子吗 将来我百年归老 钱又花完了 那他怎么办 难道你们养他 这所谓天生天养 你有何须启人忧天呢 和尚 你无儿无女 所以你不会明白 养儿一百岁 常有九十九啊 大娘 你也别这么担心嘛 这样吧 你先跟我们回去 慢慢再打算吧 侍然婆婆 跟我们回去吧 是啊 母娘 有儿困了 我要回去睡觉了 我要回去睡觉啊 你出嘴 我已经杀了这么多人 反正我也是一死 我还能再回头吗 够老夫人 你千万不要乱来啊 不待何让 我求你大发慈悲 答应我一件事 你先放下火把 拼僧什么事都答应你 我希望 能像八十年前 那个女人的传说一样 我要和庸儿 相拥一起死 死了之后 希望能母子同过 来 来 大娘 不要啊 大娘不要 大娘 不要啊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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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娘 快走啊 高老夫人 高老夫人不要我 高老夫人 快走啊 高老夫人 阿勇 高老夫人 阿勇 大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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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用啊 等水拿来 什么都烧光 连炸也没有了 大娘 你说句话啊 大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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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棒啊 好大的火啊 大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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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带你过 你睡了一觉 应该精神很好才对 都会愁眉苦脸的呢 刚才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我是海里的一个小波浪 我四周呢 有好多好多大波浪 我突然觉得自己好渺小 好自卑啊 你可知道 为什么会觉得自己不开心呢 就是因为你没有认清 自己的本来面目 我本来的面目 就是小波浪咯 不是 你应该是水 水 不错 所有大波浪小波浪 其实都是水 众生平等 就是这个意思 师父的意思是 众生本身都没有认清自己的面目 就和他人比较 结果痛苦便由此而来 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 我明白了 阿弥陀佛 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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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